各位朋友兄弟姐妹弟兄们大家好 我是葛苏林修女 今天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长年期第十四 起的礼拜六 今天的福音是从玛德福音第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三节 我在想开始反省这个读经 我们可以开始讲中文的一句话 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我在想那句话很对 可能我们所有的人真的要活到老 不过学到老不是很累吗 有的时候也给我们有一点挫折 不过在今天的福音耶稣用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 在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好好学习怎么做人 怎么做他的门徒是一辈子的工作 耶稣他是我们的老师 他是我们的师父 也无论我是谁 我有什么样的工作 我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教育啊什么等等啊 无论我做那么多的好事 但是我没有办法超越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师父 所以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需要一个谦卑 一个谦虚的一颗心 朋友们我在想这个不让我们好难过 不过真的给我们一个机会 真的体会到天主这么伟大 在上保路书心阿佛所书 他有一个祈祷 他说他祈祷我们可以感觉到 体会到天主对我们的爱 就是那么广那么宽那么深这么高 我在想这个是天主都要我们体会到 在今天的福音 耶稣也给我们一个注意 他跟我们说 不要害怕能够伤害到你身体的那些人 你要小心能够伤害到你的灵魂 在我们的社会中 世界中 我们真的要小心 有些人跟我们说 哎呀 福音的家族观 跟这个时代没有很大的意义 或是有些人说 哎呀 跟随耶稣给你很大的麻烦 你不要给你好多的借口 不让你生活符合这个福音的家族观 或是有些人说 哎呀 我们社会的这个泄露病的女人 或是像这个覆魔的哑巴 或是来病人 或是挨着病的人 我们不关他们 他们就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天国就是为了那些人 天国福音就是为了在我们社会中 就是无力感的那些人 没有声音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变成跟小孩子一样 他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都要嘻嘻哈哈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说 在我们的社会 最无力感的 最没有声音的 最没有地位的那些人 就是小孩 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 也要变成最渺小的一样 所以我们要小心 有些人不要我们的领受生活很丰富 有些人就是讲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因为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的灵魂 塞掉的话 我们变成跟这个泄露奔的女人一样 我们变成跟这个父母压巴一样 我们没有活力 我们没有讲 我们没有话 就可以讲 这个礼拜当中 耶稣都是教导我们 怎么做他的门徒 怎么做人 到最后 耶稣说 哎呀不要害怕 小孩子不要害怕 因为你比菜市场的两个麻雀 宝贵的多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耶稣他的时代 人要去敬拜天主 还要奉献两个麻雀 这个就是最便宜的 不过耶稣说 天主还是关心他们 所以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还是要放心 我们每一位 是天主独一无二的 每句话 要保留在你心里面 也当我们每一位 无论在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我心里有什么罪恶感 如果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没有很完美的 我很软弱 天主给你 他无条件的爱 今天的挑战是 你伤不伤心 伤不伤心 你是天主 独一无二的 伤不伤心 天主给你 他无条件的爱 所以我们来祈祷 愿光荣 归衣服 其次 其身身 其处如何 今日依然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对 来